宝妃心灵的风筝 去追寻南天的青春 白云的春景 让这世界变得紧张 看大地万物总是和谐鱼骨 可问千万颗星明 是否愿你善良 丢失了尖尘 天然那欲望之火 多久生成 爱你的心里 我的心里 都属于成真 但我今生长着 无暇的爱 我记载的梦 我能把他叩善心里 染山念放木生命 抚慰眼神 我的歌声 让心里回归身界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结婚后我第一次和韩风之间发生这么大的争吵 也是一向寻规蹈矩的韩风 第一次做出了让我无法理喻的举动 她让我看到了在韩风心中 有我以前所没有发现的不安分 丈夫在一瞬之间让我感到了陌生 这种陌生让我惧怕 我不知道在这表面上已经顺利平息的冲突背后 到底还隐藏着什么样的风暴 说好了不准偷看 我就是想看看你对我满意不满意 那你自己觉得呢 我觉得 我觉得应该还行吧 挺幸福的吧 韩风啊 我是一个渴望平静的人 我真的不想失去现在的一切 怎么会呢 什么都不会失去的 还说不会呢 你要离开我爸 我爸爸就失去一个帮手 以后要遇到什么难处 那怎么办 你真抬举我 我算什么好帮手 叶红 你不用启人忧天 你爸身边即将要来一个重量级的帮手 谁啊 老贺 贺云鹏要回国了 他不是在国外做生意做得挺好的吗 干嘛想着回来啊 具体我也不太清楚 我听说好像就这几天吧 您看 叶总亲自来 叶总 叶总 你还亲自来啊 表示我们的成绩嘛 上车吧 来来来上车 上车 来来来来 你来你来 那边 走 走 来 来 秉总啊 练业集团跟我走的时候比变化大吗 跟你走的时候没法比辣 怎么了 我跟你说的是实话 要不是你拉来的这个合作项目让我看到了希望 说不定我已经打报告告浪幻想 我听说是经委主任的热议的空着 您的呼声很高 你想想满灵吗 老黄的啦 你问问他吗 是不是 是有过这方面的动议 但是曹把我给怕死了 怎么了 是不是有人在背后捣乱 那都说不上 主要是因为我主事这几年没做出什么成绩 政绩不能服人 我这次回来就是想帮你做的大事情 好啊 说不定还能改变上级对你的看法 好 但是贪贺容易 你说你这个项目不错吧 可是要真实施起来关卡太多了 说不定又是矿人持久 到那个时候 别说我提吧 恐怕早就退休了 不会啊 队长 风铃山庄的跟踪照片写出来 对 就是她 大美女吗 你去把那天的来宾登记册找出来 查一查这个神秘女郎的底线 队长 你干嘛对她这么注意啊 让你去你就去 好 我去了 行吗 行吗 我跟你说的都是实话 你看看吧 这就是资金短缺 留下的烂尾工程 这次啊 您就放心吧 我这次回来 已经把AMS公司支票给你带回来 真的 真的 云婆啊云婆 你可给咱们集团公司干了一件大好事 云婆 你说说怎么安排你示威 叶总啊 我这次回来 主要是受您英格的魅力感召回来 回来我就想干点事情 至于怎么安排 随你能变 哪能随变哪 你看你从AMS公司拉了这么大笔子机 是咱们的第一大功臣 再说你这个海归派 不能随便安排嘛 咱们可是国营大企业 得正规一点 真是无所谓 随便你 好 你这么获达 这样吧 您帮 在上级没有正式下班之前 你就做总经理的特别助理 行使副总职权 怎么样 行 好 我还是有个想法 说 你看啊 我这个离开过的这么长时间 对厂里情况也不是特别了解 能不能给我派个助理 车有什么问题呀 谁呢 就是刚才给咱们开车那个唐蒙怎么样 行 你们本来就很熟嘛 这个人你别看他憨厚啊 其实他心里什么都清楚 就这么定了啊 好 特总 您给大家看 这办公室布置成这样 您还满意吧 就说了 唐蒙啊 这些杂七杂八的事你先别管 我有事要问你 在这个科研人的名单里头 我怎么没看见韩风的名单 是这样 他呢 本身就不是什么负责人 再说 他最近正当辞职呢 所以 我就没把他列上去 辞职 为什么 我告诉你 前一阵子 咱们林凯氏突然冒出了一个 远东制药集团 他的头头啊 叫什么 叫齐志 不 齐国志 齐国志 他们不仅挖咱们客户 还挖咱们的人 这个韩风就是在他的蛊惑下 递交了此之后 韩风不是您的女婿吗 怎么会弄这么巧啊 哎呀 我们两个关系一向是紧张的 你问问他吗 是 有一次 老爷子一激动 还犯了心脏命 刘勇为什么会来离开 是不是你的人 又招惹了他 你算什么东西 能当面置我吗 刘勇勇实战是我的 他要是落到警方手里 我怎么完成老大交给他任务 行了行了 刘勇已经死了 你也别再拿这个事 作为自己完成任务的托词 我是老大的人 我是老大的人 管不成任务 只是老大来处置 你又何必冷嘲热讽 你真是越来越有个性了 那么请你告诉我 什么时候完成任务 我有自己做事的准则和时间表 你还是管好你的手下 少惹事 否则 我会太麻烦的 这屋 请慢 这儿 还有这个 大队 出事了 我告诉你 这警察想发疯似的 四处的查找 要是这样下去的话 咱存货的地方 早晚会被他们发现 好 行 我们过来 来 大哥 我到了 我怎么没看到你 什么 你保证没有带来回吧 这种低级错误我怎么会犯 你犯的错误还不够低级 你回头 大哥 大哥 都是你干的好 是 大哥你别生气啊大哥 你别叫大哥 我担不起这个称呼 大哥 你这是干的吗 我能不生气吗 啊 要不是你自作主张 扣了刘勇的货 他能冒险入境 把警察的视线引到我们 厉害吗 大哥 行女队长 就是因为抓他 死在咱们领海了 警察能善良甘休吗 啊 咱们还有好日子过吗 这些冲场子是轻的 时间一长 我们都得掉脑袋 你知道吗 大哥 刘勇不是死了吗 再说他来领海 别人根本就不知道 他是来找我们的 我告诉你 这一次 你是无情中的万幸 你要是下次再无猛行事的话 就没那么便宜了 大哥 咱们下一步怎么办 快点 快点 怎么连他也知道这件事情 谁 老大 老大说什么 现在还不知道 只是让我回去接指令 我警告你 如果你下次再敢不听我的命令 散致行动的话 如果引出什么后果 老大真的发怒的话 谁也报不到 谁也报不到 你回来了 什么叫怎么回来了 韩风一句都没跟你说过吗 说了 来握握手握握手 他说了 可是我想你出国做生意 做得好好的干嘛回来呀 我回来是要帮你爸爸的 真的 我爸肯定高兴坏了 怎么 你去上班啊 对呀 走 我送你 不用了 我坐公车 你要带这么客奸外 我可不客气了 也不能再帮你 你坐车 你坐在哪里 你坐车 我来自家的 你坐下来 我就把你被作用 我儿子的 你 韩芳真的要走啊 你听谁说的 我们现在在一个公司 你爸跟我说 我爸怎么说呢 你爸说 如果他要是主意一定的话 他想不拦他 不过我会劝他 别这么做 为什么 韩芳是个人才 如果他走的话 我们公司可能损失 比较大一点 你真的怎么看他 当然 韩芳没有白教你这个朋友 我走了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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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和韩芳发生情感危机了吧 您瞎说什么呀你 还说没 我都发现 连护发使者都换人了 换了一个风度气质 和韩芳迥然不同 可是丝毫不信似的男人 那是我贺大哥 从小长大的大哥 是我爸最信赖的助手 小车 喂 队长 您要失望了 什么意思 嘉宾明路也好 山庄大唐登地步也好 都没有 您要找的那位美人的行女 好 见鬼了 难道说 他是从天上调耳来的 叶总 您找我 来 您忙 您坐 坐 怎么了 我听唐萌说 这些天你一直住在办公室 这怎么行啊 我已经跟他们说了 马上给您安排一套好房子 丑老师资金已经到位了 我也想尽快地熟悉一下情况 合理地分配一下资金 对了 我腻的那个初步的资金分配方案 您看了吗 我看了我看了 不错不错 真的很好 就是 你说要留下两千万 我是想用这两千万啊 建一个现代化的实验室 然后充实一下咱们集团的科研能力 我觉得这个项目啊 可能最理想的负责人应该是韩丰 韩丰 你看看那个齐国志一诱惑 韩丰立马就递了辞职数 我看这个人是留不住了 这样吧 这么好的一个实验室咱们一定要见 就由你亲自当这个实验室的主任 叶总啊 我不瞒您说啊 咱们这些计划 能不能顺利地实现 跟韩丰有直接的关系 韩丰这几年啊 在底下搞了很多新药的研制工作 而且这些产品 都是市场上需求的 所以啊 只要能调动它的积极性 我看不出一年 我们集团一定会翻身的 来 到那个时候 正好赶上您晋升啊 你啊 太不爱惜自己了 真的 刚才要不让人少赵告诉我 我都不知道你前两天 给病人输血的事 本来是想告诉你的 后来看到爸病了 又听说是因为你 继续快起死了 不过还好 你们俩人和解呢 你们俩是我在世界上 最爱的人 只要你们俩都好 我总都无作用 不是我自私啊 你的确是我心里面最重要的人 所以 你首先要爱惜自己的身体 没事 就那么一点点血 过几天就缓过来了 嘴硬 你好好补补那才是真的 那不 咱们去农貌市场 买衣机去 你还要自己做换啊 那怎么着 这两天什么都不必干 晚上呢 老公请你出去去 真的 不知我哪天再去吗 你觉得那个女孩 可不像上次那个 没错 就咱们认识那次 多长时间了 你还能记得人家长相 我还早都忘了 我可记得清清楚楚的 明明是人家烫了你 你还一个劲为人家开拓 不就烫一下嘛 也没什么大不了 得了吧你 要不是我这个学医的在场 立即带你到医院去处理的话 够你瘦的 人家一个小姑娘 从外地来打工不容易 你老公我也是从外地来的 我当时要是追究啊 她不仅扣钱 那说不定连饭碗都没了 要不是个漂亮小姑娘 我看你也未必 行了 我知道了 你下面是不是要说 那个小姑娘是你花钱雇的 然后接着要说 我是因为看见旁边桌子上 坐了两个漂亮的女医生 所以我才那么大动静 那是不是啊 你说得都对 我当时是 是有点心怀不轨 现在张嘴 对 把这汤喝了 凉了就不好喝了 我吃了这么多家饭馆的饭菜 就觉得这家对我胃口 尤其这个汤 咱跟这家还挺有缘分的吧 你看 咱在这儿认识 是 第一次你请我吃饭也在这儿 说不定这老板也是个姓业的 应该找机会认识认识 让他给咱们打打折 费劲 等咱们什么时候有了钱了 把这馆子买下来 那老板娘不就姓业了 那买下来得多少钱啊 几百万 不止 上千了吗 你什么时候能赚那么多钱啊 这话不好说的 那如果我去了远东集团 你又在动歪脑筋 没有 甭解释 你最好的解释就是行动 干吗 去找那个姓齐的 说咱不干了 让他死了这条心 去 撑死我了 我怎么今天吃饭吃困了 太好吃了 好吃以后再去吧 好 用咱们家电话 快快快 喂 什么话 哥 你寄来的钱已经手刀了 多亏道的祭司 让我们在最后一刻 搅齐了丁地 咱们家的生意算是开成了 家里人都说这么大的一笔钱 肯定是嫂子他们家出的 还让我一定来党面盖歇他们呢 不用跟你说 千万不干胡说 我钱不是你嫂子出的 他不知道 你不要跟他添麻烦 哥 不是嫂子他们家出的 你自己拿来那么多钱吗 你看你还小看人 你哥不是以前的 以后你要多少钱 我哥都给你出来 那件事你跟韩风说了吗 说了 怎么样 说通了吗 哪是说不通的 他不会去远东了 这么痛快 那当然了 我的话他能不听吗 放心吧 贺大哥 韩风啊 他会去找齐国志当面请辞的 喂 韩风啊 齐总 我还真是非你莫属啊 是不是单位不放你啊 说实话 你这个职位啊 我一时半会儿还真找不到什么合适的人选 好 要不这样 你先别急于回绝我 我给你时间你再考虑考虑 反正不管怎么说 只要你肯来 公司随时都欢迎你 韩风 进来呀 那 那行 那先这样啊 齐总 再见啊 再见 谁啊 没事 刚写电话 立刻将手头所有的存货全部处理干掉 别给警察留下任何线索 乖了 这老大就好像长了千里眼 刚刚发生的事情你也知道 莫非已经到了临海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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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给你让他尝尝 看他 你人就是个人 我却吗 我却怎么没想到 这儿跟警察 我 вместе 你什么 这儿是与我先啊 我现在已经一直忙 闭争 准备的 你还准备你 你也看见了 警察现在查得这么紧 这批货多放一天 就多一分危险 警察查得越紧 说明这货越紧张 当然 这可是我们发财的好机关 这不说 你是想违抗老大的命 你也知道 违反他会带来什么后悟 天高皇上 再说老大不再厉害 这事大阪宁老师不说 是没人知道了 我看这事就定了 这件事情没得商量 我还告诉你一件事情 我有个疑虑 老大已经在领海了 是吗 他在哪 这我不知道 预感告诉我 我们的一举一动 都在他的监视之下 说句调脑来的话 你就那么怕这个老大 他 他在国外的那些情形 全跟他反过 道路 我们把这老大一脚给踢开 从现在起 你就是老大 给我闭嘴 这些话 你也能说 大队 该说的我都说了 您再想想 一会儿 我和你爸 应该我过了 对 我让你洗澡 回来了 好嘞 来啦 今天去远东了 回绝他们了 是那丸子 我费了一下我的功夫 跟书上学的 太费劲了这个 怎么样 还不错 是不是五香粉放多了 我就凡书上说什么少许 少许是多少 那你具体放了多少 两勺 两大勺吧 以后啊 晚饭还是等我回来做 要不 那还有一包方便面 不用 不用 挺好吃 要不你帮我倒杯掰开水吧 为什么喊暗兵不动 你真的要等到警察绕到门上才死心吗 老大 不是我抗旨不尊 但我真的有难处 但我真的有难处 金银摇头丸是我们的生意 为此要和警方周旋 那是我们的宿命 就算毁掉所有的库存 今后警方不一样可以从别的地方找到咱们的线索 既然如此 又何必自残手足呢 我已经决定和摇头丸彻底告别了 不做摇头丸 兄弟们何以为生 已经找到了更好的替代品 替代品 对不起老大 所有的成语里 我只懂得一句 眼见为实 恐怕还有一句吧 将在外 军令都损不受 三天后在你的信箱里找到一个寄存牌 他能让你消除一切疑虑 韩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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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不能看我一眼 看了 哎 我给你谈点事 没什么事你说嘛 后天是爸的生日 咱明儿给他买点什么补品去吧 明天我不行 明天我要开会 你自己去吧 不去就不去了 不过我爸出院了 你最好去告诉他 你已经回绝远洞了 让他心里踏实点 咱们主动去说 不要等他来问你 我听这话怎么有点坦白从宽的感觉呀 话不是这么说 不过意思也差不多呗 有这个必要吗 我那天在医院不是当面跟他已经说过了吗 这不是表明咱们的态度吗 不要让他以为咱们在糊弄一个病人 咱们主动点有什么不对呀 要去你去 反正我是不去 今晚你不说清楚你就别想睡觉 我必须跟你好好谈一谈 韩风 我记得咱结婚后第一次吵架 就是因为怎么和我爸相处的问题 可是咱们既然结婚了 你又口口声声说爱我 想和我白头偕老 那就得把我爸当成你爸一样去对待 你要懂得怎么去关心他 怎么去哄他高兴 我知道 你这人自尊心很强 这没什么不对 关键是你得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再怎么说他是你的长辈 你去讨一个长辈的欢心 这不算是丢脸的事啊 没有 老婆我求求你 我见得你饶了我吧 好吗 我知道我知道 你一说就能说上半宿 但你老公明天真的还得上班 来 把枪刀给我 那 那你明天陪我去买东西吗 去去去去去 你想买什么咱们就买什么 好吗 那在爸的生日会上 你得给足他面子好不好 你说的都行 行吗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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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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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吃饭了 走 哎呀 丰盛吧 太丰盛了 这 真漂亮啊 都几点了 怎么一个客人还没来 不会有人来喽 我一个都没请 好 韩风啊 拿三个杯子过来 对对对 三个杯子就够了啊 好 哎 好 来 来 爸 您不是一向喜欢热闹吗 怎么 怎么这回不请了 今年这个生日啊 我是决心跟自己家里人过 再说这韩风不是不喜欢热闹 不喜欢乐种 爸 您何必为韩风改变自己的习惯呢 那不是 你不是让我多休息吗 这么一来一举两得啊 韩风也自在了 我也能得到休息吗 您看 爸 这是专门给您订的 造型还行吧 还有这些菜都是我去订的 好看哪 好看是好看的 还是得注意点节省 我知道 咱们这不是过生日吗 一年就一次 来来来 干杯干杯 好嘞 祝爸爸生日快乐 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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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快乐 谢谢你们俩 好啊 爸爸吃螃蟹 韩风知道您喜欢这个 特意为您准备的 来 来 韩风 韩风 爸 我已经决定了 暂时先不从咱们单位离开 真的 真的 把这可乐给我 洪洪 来 求求你 求求你 把这可乐给我们换点酒 吃一点点 一点点 我跟韩风啊干预备 医生嘱咐过您不能喝酒 我给韩风拿点去 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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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给我倒了酒 我能不把爸的酒印勾起来吗 我看咱就今天多喝可乐 反正意思到了就行 好 好好好 韩风啊 你这小子 是个人才 但是你也得明白 咱们是国有大企业 规矩多 人事关系也复杂 我虽然是个老族 好些事情上我也得 我也得谨慎 就咱们这关系 多少双眼睛在盯着啊 我为什么一直让你的下巴干 就是为了有朝一日 把你提上来的时候 让那些人没话可说 韩风啊 你刚刚三十岁 别着急 爸 我们知道您的良苦用心 韩风虽然嘴上不说 可他心里明白着呢 是吧 韩风 好 明白就好 明白就好 我去看汤做好了没有 韩风 来来来 好好好 哎 我知道 我知道您一直在搞新药的研究 哎 能不能在一个月之内 给我推出两个拳头产品 一个月 嗯 爸我估计这个可能不太现实 那你看现在这两个药啊 二期三期的临床都没有完成 如果这时候拿去申请生产披件的话 我估计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哎呀 心要审批办那些人呢 我太熟了 我跟他们打个招呼 绝对没有问题的 那您的意思是 要简化实验的程序 这个事啊 交给他们开发部具体去做 你只要按照他们的要求 把配方交给出来就行了 爸 爸 这个开发部怎么能行呢 这是弄药 这不行的 我明白 我干了几十年 还不懂得这个道理吗 哎呀 再说这两种新药 我并不想大批量投入生产 所以不会造成什么后果 你放心没有问题 您就是小批量投产 我也不能做和事实不相符合的东西 我不是在和你商量 我是以林海集团老总的身份 在命令你 这要这样做 韩风 你进来帮帮我忙 咱们是来哄爸高兴的 你还惹他生气 你听见他说什么 听见了 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啊 非得犯罪你 我爸刚犯完病生不了气的 这跟生病是两回事 他本身说的就不对 你的就对了 我爸干这行多少年 就没你懂是不是 算了我跟你说清楚 哎 好了 过去陪我爸说点其他的 说点好听的 让他消消火 为什么每次我老得说这样话 我不会说 行 我去总行了吧 你可以保持你的清高 你要再惹我爸不高兴 跟你没完 爸 吃水果了 真搞不懂你这些男人 为点工作上的事 至于吗 爸爸可能是真老了 跟你们年轻人啊 交流起来太难了 爸谁说你老了 我都快要被淘汰的人了 只要您听我的话 就永远不会被淘汰 爸爸心里都很苦啊 这么多年了 工作上遇到了太多太多的困难 但是我回到家里的 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一说 爸 不是还有我吗 你不一样 我真的很担心你 爸 我有个方法 能让您的生活发生质变 你还有这种灵丹妙药呢 好 您说说我听听 爸 您看您啊 年龄也越来越大了 身体又不好 您这次犯病 真的把我给急坏了 闺女闺女啊 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我是说啊 您应该找个老伴 让她照顾您的生活 真 找个老伴 我跟您说正经的呢 我 我找个老太太 那我照顾她她照顾我呀 我找个年轻的 谁跟我呀 爸 您别笑啊 您听我说 好好好 你说 韩风啊 她有个小姨 四十多岁 人长得也秀气 性格又温柔 她烧的菜特别好吃 别瞎说 韩风听你不高兴 这有什么不高兴的 她老惹您生气 正好让她小姨来弥补 别瞎说 越说越不着调 韩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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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 韩风 爸 我去看看 谁还记得 谁会永远爱我 谁还记得 我 爱你转身之后 在你转身之后 在你转身之后 你转身之后 怪你转身之后 而且后夜都重叶了 你转身之后 她终成了一首相反的梦 而我不知不觉已付出了真心 而你仍得太多欲望只想去远方 爱如此现实 测过所有温柔已变成伤痛 爱再也无法强求 如果那里才是你半括的天空 就让我用最美的笑容画一道彩虹 我忍住眼泪 未来的路我会独自去产生 所有的北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